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64通信照相 连技术军士威廉·布朗 拍下了炸弹爆炸瞬间 炸弹是英军第36师军械处引爆的地点在缅甸沙漠 技术军士威廉·布朗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第164照相连摄影师 来自纽约州纽约沙西大街290号的三级技术军士杰克旭伯克莱斯·杰克森·布朗克里斯 美军通信兵部队第164照相 连士兵停下来与两名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交谈 照片中的人物分别为 来自纽约州的信号部队第164照相连三级技术军士 爱德顿L海宁 E-L-T-O-N-L-H-E-N-N-I-N-G 缅甸水牛有次战力的是 来自纽约州的战略情报局 第101分队少尉威廉姆·J.马尔丁 William·Martin 以及绰号艾勒杰克的101分队侦察员 5 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的雷查德H加德·Richard 中尉和威廉姆·布朗 William·C.Brand中是在缅甸目共的莫达尔以南三英里的道路上跋涉 道路已经被洪水淹没 他们是在完成给缴获的日军坦克拍照任务后返回的途中 6 美军通信兵照相时 5级技术军士理查德·莱茨·库克 Richard Lascott和4级技术军士维英·希勒·Winds Killer 在附近拍照时被一群好奇的南京百姓跟随西缅甸巴默 这栋房屋位于第164照相连H分潜队实验室区域内 是快餐厨房和休息室 8 随同在缅甸的盟军行动的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的战地摄影师 二等兵唐义普丁格尔DONE P-R-I-N-G-L-E来自华盛顿州埃弗雷特 二等兵和汤米阿末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沃山基东第32接422号 因在拍摄影片时还击毙了日本人 普丁格尔获得了同心勋章 因在缅甸密之纳受伤 阿末尔获得了紫心勋章 9 随同在缅甸的盟军行动的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的战地摄影师 二等兵唐普丁格尔来自华盛顿州埃弗雷特 和二等兵汤米阿末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东第32接422号 因在缅甸巴默拍摄影片时击毙了日本人 普丁格尔获得了同心勋章 而阿末尔因在缅甸密之纳战斗中受伤获得了紫心勋章 资料来源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编辑 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